你好,我是香港的甘生子Akim 春节快到了,很多朋友也会问我 在2015年他们的运程是怎么样 哪一种算法比较准确 八字,它的准确度之中八成多 原因是因为它的组合超过一百多万种 没有五代十国,十字评的字评八字他们所钱 只谈朝以来,古人算命其中一种方法 就是用那个年之 就是今天我们说的心肖 如果我们用心肖来算命 只能谈到神煞 就是我们说的直升和胸升 这是所谓的神煞 其实也是暗年不停的循环 所以它本身就已经有它的决限 后来有人把八字里面的十绳套进去 这是我们说的 笔尖,劫财,十绳,三官 正偏财,官杀和正偏硬 你肯定会想呢 现在全世界人口超过七十三亿 怎么样也不可能 只有那区区的学者认成,对吗? 华虽如此,新年用心肖来预测来年的认成 在我们华人社会里早应成为传统习惯 就好像我们在春节派哪个红包 用哪个红包把那个年兽赶走 要不我们现在马上参考一下 2015年各个生肖的认成是怎么样,好吗? 苏虽的朋友有1941,1953,1965,1977,1989和2001年以立春过后为准 苏虽的朋友在2014年因为合太税 所以是不错的一年 在2015年是走实诚运 就是要靠自职的专业、技能和智慧去赚钱 2015年的一幕又是苏虽的硬心 就是贵人心 所以苏虽的朋友在2015年做事只要努力 不怕困难就会成功了 贵人除了指人也可以指天上的贵人 就是天成了 如果你在第三杂部的贵人 就可以求天上的贵人 再加自职的努力就可以成功了 1965年出生的人 运吃会税为平稳 1941年和1953年出生的人要特别注意健康 1977年出生的人要控制自己的情绪 吉星有霸祝和乙马 霸祝安寺有地位提心 乙马主动 所以10个朋友在2015年会马不停蹄的跑来跑去 出差啊 转工 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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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人开锤 因此 如果你是中年人呢 又不愿动 不想 有什么变化 就可以用旅行来应验 以马性的影响 凶性有天狗和调克 天狗和调克都是很凶的性 所以10个朋友在2015年一定要防止小心 不论是自治的健康还是家人的健康 因为天狗主意外可光飞 所以10个朋友在2015年要尽量避免 参加一些危险的活动 而调克是暗示家中有人的健康出现问题 如果家人有病呢 应该尽快医治不要拖 此外 还有注意 家中的五王二黑病腹方位 最后多做三次 另外 苏蛇的朋友在2015年 也要避开出席 医院 冯厂 灵堂 职场 价位负面的产客 要特别注意 浓烈的4、6、9和10月份 到底还有什么 吹捷、避充法、风水不绝 常情可以浏览我的官网可知道我 最后祝大家 要您好运 欣赏四层 身体健康 柴云滚滚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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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